宜蘭市農會今天舉辦慶祝農民節活動 除了表揚模範農民 還現場促銷青蔥白蒜 而且還請來了陳豐洲老師 教大家製作彩椒蒜絲斬 而且還展示了蔥蒜創意料理 讓大家了解到蔥蒜的多層次做法 會有不同滋味 將蒜、紅黃椒、黑木耳、雞胸切絲汆燙 再加入糖、醋、鹽攪拌 平均放入容器裡 這道彩椒蒜絲斬 是活動中老師示範的料理 推廣白蒜其實有更多元的做法 你只能把蒜、蒜、蒜、蒜切切一種 怕水 我們蒜、蒜有的蒜米 蒜到之後要怕水、油水 蒜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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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 嚇到之後這樣就可以了 還要是屬於我們的地方是用白醋 白醋糖衰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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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就好 所以說其他的物料配色 我們的配色有黃椒、紅椒和黑木耳 所以說嚴格上他的觀感上他的色澤非常非常的漂亮 農會表示春節過後 蔥蒜價格普遍不佳 市農會也藉著表揚活動大力促銷 順便我們辦理這個優管 宜蘭市農會 很富度的宜蘭市很有名的蔥仔和蒜 大家都知道蔥仔和蒜是宜蘭市本地傳統的三極 因為慢慢發展後 經過伊山要去三省 三省地區各地的 很大量來種植 去宜蘭市目前的 宜蘭市的經濟民政也要很多公慶 最近要百多公慶 所以我們也是今天市農會一直要推動一個產品 農會表示現在正是品嘗蔥蒜的最佳時機 除了當配菜之外 也可以嘗試做創意料理 品嘗更不同的滋味口感 一旦宣布記者黃竹漢怎麼到